现在6月的非农就业率已经出来了 增加85万 7月更惊人 增加94万 所以可能到了8月的时候 你看这个情况应该完全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要缩减购债的时间 其实是越来越迫近 有人说9月 有人说10月 但是我想应该在年底前 大概跑不了 王志荣先生 他说为了要刺激经济繁荣 为了要鼓舞投资 我们把利率降到负的 会更有帮助 那蒋少爷先生 他是一个很 我们说正规的学者 他当然说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把利率降到负的 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难以估计的 那这场王蔣大战 最后是王志荣人赢了 因为他口才好 他很会辩论 但是慢慢事后去看就发现 其实蒋少林先生 他讲的才是真正 他开始要停止 要减少增加购买的计划 他不会立刻停止 他现在每一次1200亿 所以他向来按照过去的经验 就是每一次减少100亿 所以每次将来110亿 你看1200亿要减到零 那就上12个月了 等到这个时候 其实市场的利率 应该已经很高了 那个震荡是非常激烈的 那个震荡可能又会使得 整个房屋市场 拉国家市场崩盘 整个经济就快速冷却 但我想不会像金融海啸 这么可怕了 但是情况应该是类似的 而当这个情况 同样情况发生的时候 他可能又立刻踩刹车 又不再生息了 又开始降息 开始QE政策 由于现在的国际市场 是非常不稳定 所以,what would substantial further progress be? 我认为我们有些 ground to cover on-on the labor market side I think we're-we're some way away from-from having had substantial further progress with-you know, with the maximum employment goal I would want to see some strong job numbers and that's kind of the idea FOMC 其实他们是 一年总共举行八次的会议 那像7月底 他如果公布上一次 例如像6月开的这个会议的会议纪要 那我们看 7月底公布6月的那个会议纪要当中 当然还是在说 就像鲍尔他出来说的 就是暂时的啦 他不断地这样讲 可是其实在会议之后 很多反对的声音 甚至是站在不同立场的声音出来了 FED他们在有一些地区 总共有12个地区性的联邦储备银行嘛 然后里头我看至少有4个 这个地区性的联准银行的总裁都跳出来说 而且他们讲的 有一些讲的很具体说 你今年秋天 或者是甚至说你9月 就应该要开始进行所谓的减少购债的计划 然后因为你要为2022年升息做准备 他们连那个时程都可以说的 所以代表说他们越来越多站在不同立场的人 跳出来这么说 代表他们那个会议当中其实是讨论的跟不同意见 是非常的激烈了 其实整个这个情势的发展 就跟我们一直在推论的一样 就是通膨压力一直在累积 不只是美国如此 全球都是如此 通膨压力不断累积 当然就会使得他当初他所坚持那个 要低利率 要低膨胀率 那个目标一定会打破 只要是打破了 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拒绝升息或者塑表 因此你可以看到就是 联总会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手法 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他就是先用这些讯息 让你慢慢的去增加你的抵抗力 先打预防针 然后让大家的慢慢心理上慢慢接受了 等到真正有一天他说我要塑表了 那个时候恐慌就不会像过去那样 那么严重 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认为应该缩表的 这个人数不断增加 这个就是情势使然了 一方面就是美国的通膨是在加温 一方面他的就业情况超乎意料的好 而这两个就是他们观察的指标 所以有一个联总会的理事就说 如果7月8月他的就业率增加的数量 都在80万到100万 那应该9月就要开始缩表了 而事实上正是如此 现在6月的这个非农就业率已经出来了 增加85万 那7月更惊人 增加94万 所以可能到了8月的时候 你看这个情况应该完全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就不需要去管他 多少人在唱反调 多少人是歌派 我觉得其实不应该管这个东西了 要看着现实的情况 就往那个方向再走 他们是无可避免 要正视现实 然后采取对策 所以要缩减购债的时间 其实是越来越迫近 有人说9月 有人说10月 但我想应该在年底前 大概跑不了 老师可是我看那个他们FOMC 总共是成员有12位具有投票权 那当然就是7位的这个所谓的理事 就是包括主席副主席在位的7位理事 然后有一个是联邦的 联准银行的总裁 他是固定的 因为他是执行者 政策的执行者 那剩下的4位就是由其余的11位 那个FED地区的这些总裁下去 就是轮 那目前联准会做出的决策 有人说其实这一届 感觉就是 就是有投票权的那4位 跟现在所谓的固定成员 那8位当中 他们其实都是割派为主 盛路易这个总裁布拉德 他就是所谓的鹰派 然后他明年就具有投票权 所以代表说FOMC 他们在决策上面 还是会受到 例如说我这个成员 我是割派鹰派 而会影响之后的决策走向 其实所谓割派鹰派 是我们外界的人 给他们贴标签了 他真正他们的主张 不同的地方 其实差异很小 一方面他们会认为 可能通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联邦总维银行的任务 就是要维持货币稳定 所以他们会主张 看看通膨已经慢慢 快要失控了 这个时候应该采取对策 这个是联邦总维银行 或者任何资本银行 它的最主要的职责 包括台湾的资本银行一样 另外一些人他们就觉得 好像经济成长就业比较重要 为了让经济能够更稳定的成长 让就业恢复得更好 让失业降得更多 我们也许还可以再容忍一下 因为通膨即使是到了我们当初所 约定这个目标的附近了 但是还不是很严重的情况 所以还可以等待 我想他们就用这个来分 所谓隔派阴派 其实这个划分法 一方面就是并没有太大意义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会随着这个整个情势的变化 而逐渐的在调整 比如说当这个通膨真的升温很明显了 看起来是越来越严重 或者就业的增长已经很明显了 已经远远高涌的期望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两派人的观点最后会去一致 所以他们都会主张就是 我们应该开始要执行 中央银行的职责 要想办法维持物价稳定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 比较紧缩的措施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因为有一些人 他本来就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他可能在看一些数据的时候 认为要比较谨慎 有一些他可能觉得说 我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再观察 这当然是一个原因 就是有人胆子比较大 有人胆子比较小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对于整个星系的 未来走向的重视的面向不同 有人重视成长繁荣 有人重视稳定 重视物价的平稳 这样的这种不同的这种 这个强调的重点 其实不只是在 双银行的董事里面是如此 一般人也都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大家所看的就是 目前的情况看起来 好像哪些人是比较认为 成长重要 哪些人比较强调 安定重要 但是随着我刚刚说 如果经济的情势越来越好了 同时通膨的程度不断地加重 那个时候呢 大概双方就不会有什么差异了 在他们固定的 八位的投票成员当中 其实有一些也开始做 态度上的调整 对 代表说他们觉得通膨的状况 真的可能不如他们想象的 这么轻易能够解决 那老师我记得我们之前 也有讲过说通膨其实是一个预期心理 可是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 你已经拉不住了 所以现在我们处于 真的快要失控的状况吗 还是说其实还是可以再观察的呢 其实这个世界的问题 不只是通膨这个面向而已 因为全世界其实 因为那个从2008年开始 所谓这个QE政策 把利益降到接近零 这种政策 其实它已经向全世界的市场里面 已经贯注了太多的资金 这个油资线已经是 丰沛到简直难以想象的程度 这是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事情 而这样的情况呢 到最后反映在所谓的物价 或者核心物价上呢 那已经是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部分了 在这个之前如果你不是只看 这个一般的所谓物价 或者消费者支出的话 你会发现像房屋啦 像股票啦 这些金融资产 早就都已经涨了 不知道多少倍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只是把我们的焦点 放在跟消费支出 直接相关的部分 这是通货膨胀 那通货膨胀实际上 远比这个严重 The substantial further progress has two components one is on inflation one is on labor markets I'd say on the inflation side we have already met the substantial further progress as most people are aware we've been running well above 2% the total PCE inflation right now is at 4% core PCE is at 3.5% and the trim PCE is at 2% so all of that is very consistent and is much higher than we were expecting 而目前他们真正担心的 也不是说如果现在 他用比较紧缩的措施 来降低这个物价的成长 会让这个消费支出 或者会让一般的商品供应 会发生什么影响 他们其实担心不是这个 他们担心的是 当你开始把资金 从市场抽走的时候 整个市场的水位降低 所以原来的很多 已经被冲到好几倍以上的 这种金融资产 他马上就垮下来 而且那个时候 他会有连锁反应 会真正有预期心理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今天不敢轻易缩表的 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怕连带的 让那些建在沙上的塔 都因为这样的一点点的刺激 都垮下来 这个世界会进入大乱状态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格外的谨慎 而且目前不只是格外谨慎 他们还一直希望就是 让这种风声一点一点放出去 让心理上的压力不断地在增加 于是很多人 他原来可能是充满了投机的心理的 他可能现在就开始要谨慎一点 要缩手了 把投机的资金收回来 所以他可能会帮助这些金融资产的市场 让他慢慢地回到比较稳定 比较坚固的状态 到真正开始收紧资金的时候 他就不会那么一下就全垮掉 我想现在用心应该是如此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大概只能说我们会期待 收紧资金 这个缩减资产或者缩表 是迟早要来的事情 如果不是今年开始 那明年一定会发生 所以我们必须要心理人先有这个准备 就是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 利率一定会升高 到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预先做些准备 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 因为我有看 其中一个地区的这个连准银行总裁 他有说 其实不需要再去看那个就业的指数 到底有没有达到 他们所需要的那个标准 因为他认为你现在 在不断每个月放1200亿美元出去 可是用在所谓的帮助就业上面 他觉得效果太小也太有限 因为他从不管是住房 或者是股票的这个飙涨的情况来讲 他觉得那些钱根本都不是流向就业市场 所以根本不要去看那样子的数据 应该是看现实情况 你在外面流通的钱太多了 你就是要开始减少购债计划 木材还是同样一个问题的 就是目前这些股票市场 这个房屋市场 它价格被推到这么高的程度 就是因为滥撒资金所造成的 但是这个滥撒资金 如果我现在继续在每个月 再撒1200亿下去 不见得会让这个资金 就真的就会再过度膨胀到某一个程度 让你不能忍受 可是它就等于是把这个水位一直往上推 所以这些金融 这些股票 这些房地产市场价格 就不但在往上升 这当然对于实际的经济没有什么帮助 事实上它不但没有帮助 还是有害的 因为当这些金融市场 房屋市场 它的这种获利 这种资本报酬越来越加高的时候 会吸引更多人把他的资金 注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去 而有很多人他原来是从事一些 比较有建设性的生产工作 他会觉得他现在跑去玩这个东西 可能挣的钱会比真正去生产 要报酬更高 或者有一些投资者 他们要投资要设厂啦 要买机器 他现在可能不做了 他现在跑去炒股票 炒房屋 结果它就会使得真正的市场建设的活动 会因此而减少缩水 因为资金被挪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当你的市场资金太多 利率太低的时候 有很多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都做了 因为过去这个市场是 要按照投资报酬的高低来决定 谁可以用到钱 而这个钱可以调动多少资源 今天你把利率降到接近零 而且到处都是资金的时候 反而你会发现 有很多根本就不该做 报酬率低到不行的这种东西 它反而会被人努力去炒作 所以它也会使得全世界的资源 会因为投入这种用途而发生严重浪费 这个是整个世界都在承担的这个损失 这个损失不只是泡沫 或者是奔盘 这种现象可以描述的 因为这种损失它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弥补回来的 它可能几十年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真正有良心的学者 他会一时大声的这个警告 不可以把利率压得太低 不能够让这个利率低到 真正高报酬的建设性的活动 因此会被我们说排挤 我们还记得在几十年前 台湾有两位很重要的经济学家 一位是当时众议院的董事长 蒋硕杰先生 一位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 王作荣先生 他们两个人就曾经有个一次大辩论 那大辩论全国都非常的注视 辩论重点就是 到底利率应该降到变成负的 那王作荣先生 他说为了要刺激经济繁荣 为了要鼓舞投资 我们把利率降到负的会更有帮助 那蒋硕杰先生 他是一个很我们说正规的学者 他当然说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把利率降到负的 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难以估计的 那这场这个王奖大战 最后是王作人赢了 因为他口才好 他很会辩论 而蒋硕杰先生 他是一个诺诺若不能言的一个很斯文的学者 讲话都不敢看人 都是低着头的 所以他就输掉了 但是慢慢事后去看就发现 其实蒋硕杰先生他讲的才是真正 符合经济学的正理的这种主张 那今天这个其实也是一样 因此鹰派隔派也是同样的心情 就是隔派认为经济还不够繁荣 还要再进一步用各种方式去激励他 而里面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负利率 因为现在有很多利率 事实上是已经到负了 因为当你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利率的时候 利率都是负的 就表示借钱都已经不要负利息了 人家还倒贴给你 所以就会使得更多这种没有效果的 没有生产性的 没有驾驶的这种投机活动 会更加嚣张 但是同样的就会使得那些真正 我们应该用于见识的资源 被移走 被浪费 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个歌派 就是这种王作荣先生派 就认为负利率可以让经济更繁荣 而所谓音音派就比较接近蒋说于先生这种态度 就是我们应该为经济的正常的发展 长远的利益来规划 我们不可以让利率降到这个程度 来鼓励投机来造成不必要的投资 因为我看好几位这个地区联准银行的总裁 他们其实都是说 你要现在或者是下一个月或下下一个月 可能就开始进行缩减购债计划 要为升息做准备 所以代表说购债减 就是减少购债计划 它是需要有一个期承在的 那其中有一位他就讲得更明确 可能需要八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就算八个月的时间 然后让他逐步的缩减这个购债计划 然后之后升息可能不会只有一次升息 他可能过了一阵子 又会第二次升息 第三次的升息 所以这整个期承可能会拉到一年多 那我看最近台湾的股市好像 台湾最近的股市其实非常的疲软 而且整个量缩至少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我看到这样的期承 就是要先问老师的就是 为什么这个购债计划 他需要这么长的期承去缩减 然后那升息之后震荡大概会多久 那像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它既然长达一年多 那代表这一年多台湾的股市 可能都不平静了 其实真正的重点不是在多长时间 而是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一旦开始要缩减购债计划 那就表示从2008年开始的宽松货币政策 以及低利益政策开始要扭转 这个扭转才是重点 就是我从一个一直在往上升的这个过程 到了某一点 我突然不升了 开始往下降了 这个从升到降 它产生的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心理 预期 就是当大家一直认为资金会越来越多 利率会越来越低的时候 大家会预期就是房屋或者股票 或者金融资产都只涨不跌 所以为了要追涨 大家都去赶快去买更多 而买得更多就涨得更快 可是如果有一天人家告诉你 现在我不增加资金了 我要减少资金 而且不回头了 会一直往下减 在那个刹那 那些当初追涨的人会发现 现在既然资金要收减 就表示将来这些价格都要下降 一旦要下降的话 我越晚出手 我损失越大 所以大家就抢着 去出托他手上的这个房屋 或者股票或者金融资产 这个时候就会使得整个社会 就陷到一种紧缩的状态当中去 所以关键点是在那一刹那 不在后面有多久 但是后面是一个很持续的漫长的过程 为什么漫长呢 因为他现在已经累积了这么多的 这个我们说这么多的这个连走会的资产 他已经买进了这么多的国债了 现在他开始要停止 要减少这个增加购买的这个计划 他不会立刻停止 他现在每一次1200亿 所以他向来按照过去的经验 就是每一次减少100亿 所以每次将来100亿 你看1200亿要减到零 那就上12个月了 所以不是说一年就停止 是12个月才减到 不再去罚新的货币 不再去买新的国债 可是等到这个时候 其实市场的利率应该已经很高了 所以他升息是因为市场利率已经很高 高到远比他自己本身的 所规定的利率要高的时候 他被迫要提高利率 所以联准会到最后升息 通常不是因为他要做这个动作 而是现实情况所逼 他不能不升息 可是不论是减少购债或者升息 他代表是同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把资金从市场里面抽出来 当资金从市场抽出来的时候 市场资金的供给减少了 利率本来就会升高 所以他只要持续做这个动作 市场利率持续升高 他就必定要跟着要升息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知道他升息已经到顶了 他可能不会再升息呢 这个问题呢就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了 所以升息到底就是因为升息之后呢 整个经济就开始冷却 尤其是泡沫开始破灭 投资减少房产价格下跌 股票价格下跌 当这样的一个紧缩的状态呢 到了某一个程度 大家觉得实在不能够再持续了 不能再容忍了 到那个时候才会把紧缩的这个货币政策再扭载 变成宽松货币政策 其实我们在金融海啸之前就看到过同样的情况 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前呢 美国市场是空前繁荣 而且呢说呢利率也非常低 因为那是联总会的主席 他故意的把这个利率压低 要到百分之一点几 而且维持时间非常久 它使得市场资金过量 于是就造成了房屋市场跟股票市场过度繁荣 繁荣到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 就是银行呢 它从事房屋贷款的时候呢 它甚至不做任何的真性调查 你只要把名字保给它 它就把钱借给你了 已经到那个程度 所以到那个程度才造成了金融海啸 所以整个金融就突然就收紧 而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好几年 等到持续这么长时间之后呢 就开始要慢慢的利用 再降息啦 那样宽松货币政策呢 希望它能够回头 能够再慢慢回到稳定的状态 所以现在呢应该是 我们觉得已经到了稳定状态了 现在不只是稳定状态 现在应该已经是到一个正常的 而且走向繁荣状态了 所以在这时候呢 它会开始缩表升息 但是一旦缩表升息 因为原来资金膨胀过度了 所以它一旦要收紧的时候 那个震荡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那个震荡呢 可能又会使得整个房屋市场啦 国家市场崩盘 而整个经济就快速冷却 但我想不会像金融海啸这么可怕了 但是情况应该是类似的 而当这个情况 同样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它可能又立刻踩刹车 又不再升息了 又开始降息 开始这个QE政策 由于现在的这个国际市场呢 是非常不稳定 而且很不正常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一旦开始 缩减购债升息 它造成的这个冲击 应该还不是太小 如果不是太小的话呢 很快就停止了 很快它就不在这个缩表 不在升息 甚至会再反向 再去降低利率 再去购买国债 我们从2008年之后 看到这个过程就是如此 因为你看从2008年到现在 利率没有真正升到很高的程度 还没有到很高的水准 就降下来了 还没有到很低的水准 然后又升上去 所以大概就是利率会在一个 很低水平的这个位置呢 就上下的浮动 整个氢气呢 就会在这个循环里面 就是过度膨胀 要快速冷却 要过度膨胀 就变成这个状态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天全球震惊周报的小林 那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消息 就是每周日晚间六点 那知名经济学家马凯教授 来上我们的节目 为大家解析全世界的总体经济趋势 但是也因为他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没想到有人呢 就到用马凯教授的照片在LINE的里头 开了名叫做马凯线上课堂加这样子的社群 那里头呢 竟然在分析台股的一些个股的走势 那这个消息马凯教授知道之后呢 是相当的压抑 他也特别要跟大家说 他绝对没有在LINE 脸书还有YouTube里头有任何的频道跟任何的社群 那请大家不要受骗上当 那马凯教授在8月16号下午的一点多 也正式到台北市内湖分局报案了 那请大家特别注意 也请这位冒用者立刻停止涉及违法的行为 那在这边小林也特别谢谢各位观众长期的支持 我们会继续请马凯教授来为大家解析 也会有更多知名的经济学者来为大家做解答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问他们的 也欢迎在中天全球震惊周报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仔细的观看 然后并且做出回答 台湾如果不拿定度这个一二月的这个情况 作为一个云建的话 我觉得台湾真的需要担心 请明月线芯片这么短缺 而他的工资也可能不是很高 甚至更低 市场也许还够大 也许才能到他们边去 不过我个人是倾向于就是 从今年到明年 发生通膨的压力是不断地在增大 知名经济学家马凯教授在中天 美国十年级工程 它的职业上升的时候 最先倒霉的就是一些科技股 美国的印太战略 其实它越来越明显告诉你 我就是要取代一带一带 风险高了就尽量不要碰它 比如说房市风险很高 股市风险很高 你尽量不要碰它 他们说这次弃增的这个立场 看起来有很明显的 拜登的这个色彩 掌握全球脉动 世界总体经济趋势 国际区域情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震惊周报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要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